我們等一下來接看看,160的球數大概長怎麼樣 老闆你有丟過160嗎? 當然是沒有 大家好,我是小郭 今天有點緊張 因為今天要跟我子子林認為傳接球 接近160我還沒接過 所以我們來看看他除了喝高蛋白以外 還做哪些訓練跟熱身 可以讓他球數從140公里進步到160 還有做什麼我們可以讓他更穩定一點點 Let's go 快 抱一下 起來 這樣嗎? 這樣嗎? 再來啊 你痛 你這陣頭就不管了 他在熱身的脫肩是做攤的 你這陣子 腳都輕鬆 腳很輕鬆 對 撐住 如果你正式的比賽 就直球內外角就好了 就你專打球 打開球我會看 放球啊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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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角度拉回來 你應該會 會好一點點 但我擔心的是這個手 這個手你要破壞你的頭球 其實你才能破壞 變成習慣問題 你的 不便 去傾斜 可是這個傾斜 其實會導致你的空襲 會有一些問題 跟你的手 會被你的身體提早拉直 所以有時候在去的時候 就會比較有 容易有一些 沒有問題的情況出現 你很認真地聽這句話 你在加速的時候 速度很快 但它到極限 加它一直轉的話 你動作就是一定保養 瘦 所以它已經到極限 它沒辦法踩到你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要你先放慢角度 拔 身體的感覺 先讓你的下半身 左心腳 出去的 臀部 膝蓋 先拔到這裡 它可以球術會降的功能 你都一定143 142 沒差 但你這個時去做了 它會一直拯 因為你會在對的時間點 開始使用到 你本來做的很好的手段 很好的價格力量 所以你現在就是要試著 先把它折衷 球術會降沒差 今天這樣145 148 因為145 18 你一直做 它全部就是一直加 當它回到144 154 154 你動作是來協調很順 你甚至回到 有110 所以你要很認真地去 思考這個問題 先把它整個動作 做好 沒有那麼快沒有關係 但比賽中 你不知道要比球這樣更好 所以 但你在練習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把一些穩定 需要改變的東西 先把它 越來越好 所以你就可以從 本來現在的 100分 先回到815 但把815分 都先做好 那就是815分 這你要接受 因為球術本身 自己接受度 不會很不穩 我已經丟了很快 我也知道 但丟了很快 有情況下 是人家是 經濟最有很好的感覺 然後放比較 不穩定的地方去 我做鞋狀 離開一個 更好的 這都很大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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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